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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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 其实我去考这个船员也是想让他们过上好一点日子嘛 但是你妻子就觉得你是不负责任 是这意思吗 对 结婚十多年了 我一直都没过过好日子 一直都没过过好日子 说说吧 本来这么亲事呢 当时我妈妈就不答应的 那时候她家里面条件呢 也不是很好 我妈妈就觉得 你跟她在一起肯定非不幸福的 你母亲是反对的 对 但是您是毅然决然嫁给她的 是吧 你们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啊 从朋友介绍到我们结婚可能一个月 相当于说是闪婚吧 就一个月啊 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呀 因为当时我觉得吧 她人挺勤快 对我也挺好 回忆起这一段 我看您还是挺幸福的 是吧 后来呢 结了婚之后呢 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外面打工啊 去深圳 两个多月之后呢 发现我自己有小孩了 怀孕了 然后我就回了老家 她一个人在深圳 到我生我女儿的时候 她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呢 我把女儿生了 她又走了 总共相当一年多吧 我们在一起相处就四个月 那时候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刚结了分 然后我结婚的时候 家里面那个时候没钱 然后我是向我亲戚借的钱 但是有了小孩了 她就回来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挣打工也不行 反正在外面也挣不了钱 我就回来了 还是在家里面 一家人在一起好一点 然后我在家里面 我就跟我老婆商量 我说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做一点小生意 说到做生意那时候还不是 我去找我的亲戚朋友借的钱来做生意啊 借了六万 做什么买卖啊 就是餐饮行业 她一直帮别人炒菜嘛 钱借着了 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觉得我们两个太年轻了嘛 没给我好话 她说你们两个做生意 不要做几个月就不做了哟 到时候 别人说闲话可能不好听 但是他们说了这个话我跟我老婆两个其实也很伤心的 那个时候我做起来也没让他们失望 我们做的还挺可以的 饭店生意不错是吗 是 生意也不错 当时我就觉得好幸福 但是我也不愁辛苦 真的是起早贪黑 从来都没抱怨过什么的 生意那么好 把那个借的钱就还完了 而且我还剩了五六万块钱 但是不久我发现我又就是坏了我的第二个儿子 有了小孩的时候也是我坚持要的 他一直就说怕耽误了生意 因为我们刚开始做 他那样坚持我就只有依照他 然后我就回了老家 生了我的小儿子 做完月子回来 发现我五六万块钱啊 全部都被他花光了 一个月 对呀 干嘛去了 怎么说在我们那里来吃饭的人也挺多 我看见他们做事又没有我辛苦 挣钱比我挣得那么容易 那个时候肯定就是我一想天开 我就想我去巴结一下他们 然后我就请他们吃饭啊出去玩啊 肯定也发了一些 他发了那么多钱 本来就是我两个一起辛苦挣来的钱 你一个人拿去全部发光了 我说了都不能说 他每次我一问他他就向我花火 而且有时候争吵的时候呢 他就会推我 其实那个时候本来我 我的情绪也不好 因为怎么说 确实那个钱是我们两个辛辛苦苦 齐早贪败挣来的 又在我手上被我自己这样糟蹋出去了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但是每次一到晚上了 他就找我说说这样说那样 到现在来想我肯定很理解他 然后在当时情况下我肯定也是以肚子的 这事过去也应该很久了对吧 发生这么多的变化肯定我很难接受是吧 嗯 想到当初我妈妈不答应这门亲事 我觉得他跟我妈妈说的那些漂亮话全都给忘了 饭店不是还在吗 那就好好过日子呗 是好好过日子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人变得不够关心我们一家人 我有一次感冒了我起不了床 还是他的舅妈和我妈妈一起把我送医院的 他舅妈叫他来看我 他不但不来看我还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不就是个小感冒吗 又不会死人什么的 我才刚刚跟他生了儿子回来 他就说这样的话 当时你很伤心对吧 对 有没有做决定说我们离婚啊或者怎么着 还是大手大脑就过了 我觉得越来越没意思了 你那个时候就想离婚是这意思吗 那时候就在闹 你说他吧 白天本来生意都那么忙 你还有时候跑出去玩把小孩也扔给我 家里生意也扔给我 是这样吗 有有这个事 因为怎么说我在家里面做事也烦 好像就想跑出去轻松一下玩一下那种的 儿子今天多大了 九岁了 那这么一说也是八年前的旧事了呀 但是现在一年不如一年 哦 什么叫一年不如一年 相当于这段感情我都憋了十几年了 哦 怎么一年不如一年了呢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一点也不关心我 不关心家庭 不关心小孩 女儿生病了她也不关心 我不是看见有你在那里吗 你说小孩生病了在医院 输液的时候吐得很厉害 我叫他去找医生 他就跑了 去哪了 我不是看见女儿睡着了 又在那里吵得那么凶 我不是想到店里面也很忙 我就回去了吗 你总是借口 当时的情况下 你跑了你不是那样 你想一走了之 小孩子省等那么久吗 你不赶快把医生叫过来 真的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医院你非陪一个小孩子给你呀 所以你很伤心是吧 对我觉得真的是 后来呢 后来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久 现在我说的一年不如一年 嗯 我的女儿死 就是说十二岁 我儿子九岁了 从来都没有跟他们一起过个生日 我有两个小孩 谁没跟他们过去 他 那么忙啊 他哪里忙啊 就拿上个月来说吧 我说儿子满九岁了 因为你从来没跟他们过个生日 我呢 现在又在上班 我一天特别忙 你怎么又上班了 你店呢 店 因为我们后来呢 觉得生意不怎么好做了嘛 现在 2015年他就叫我们到重庆这边来 2015年去重庆了 嗯 然后我们一家人嘛 就带着两个小孩 一起来到重庆 来到重庆做生意了 说的就好笑 这几年真的是奔波特别多 翻了很多个地方 都没有做成功的 哦 为什么现在还又欠下了债吗 就是这样欠起来的 哦 现在欠多二岁债啊 差一点三十万 都是这个两个人做生意失败了是吧 对 在银行贷款 然后做生意 拿房子抵押的 哦 房子也抵押了 嗯 哦 不是他乱花的哈 确实是两个人一起做生意 没做好 对他来重庆是我们一起商量来的这边 哦 那他忙什么呢 他就是现在又说考什么远航证 所以说要九个月啊 一年才回来 我觉得这日子真的没会儿过了 那您是在上班是吧 对 等于自己没电了是吧 没有了 先生等于就失业了是这意思吧 我应该失业有半年了 那家里的收入都靠您 都靠我一个人来开支所有的这些支出什么的 我也没有空下来 其实真心的话我也在反省我自己 你还在说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回来 其实我也想回来有事怎么说 15号我就跟你说了 19号我打电话给你 我说你去哪里了 你和你朋友玩玩了这么多天 你都不回来吗 儿子明天都生日了 今天19号 我说我还要上班 你不回来啊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我都把这事给忘了 他又忘了 不是那你干嘛去了 怎么说 就肯定是我也是太大意了 我确实失望了 哪里太大意 你根本就没把我们家庭放在心里过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段婚姻 我真的没办法经营 听明白了 你是怎么打算的 考远航证 我打算就是把远航证考上来 然后在船上工资比较高一点 是做厨师是吗 对 然后我就是说去那上面再挣 挣个两三年 有本钱了 我再回来一起再做一点生意 就不分开了 好 其实说真心的我也不想分开 是不是 那你现在当厨师不是一样吗 我想的是我欠了这么多外债 我肯定想的是早一天把它还清 我说还是钱能挣少一点 把家庭一家人在一起好一些嘛 他不甘心 我觉得他就是好像这种失败了 又想着下一出 所以说这个婚姻是你不想要了是吧 我觉得他 你是 是没办法不想放手是这意思吗 对 既然你陪我风风雨雨十三年都过来了 你可不可以再过个十三年看一下 他说叫我再看一下十三年 你觉得十三年好长 啊 本来我这十三年就不好过 嗯 还要叫我再过十三年 其实说实在的我我老婆 我真的我不愿意放手的原因是怎么说啊 他也算是个女强人那一种的啊 说难听点的 这十三年我真的是很挺亏欠他的啊 我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分裂 也没有给他像其他女人那样 小科夫那种 在开餐厅当中 我那个时候跑出去玩了 给人家 家里面丢丢下来的事情 差不多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我不愿意放手 我今天在这里给你承诺一下 老婆 以前是怪我做做错了 我我知道我没有跟你像其他女人那样 过上 幸福的生活 我想问一问 你指的跟别人出去玩 这个玩是指什么 我喜欢出去钓鱼 一钓鱼钓几天就不回来 我没事我就喜欢跑出去钓鱼 我跟朋友 你家里不是还要 餐厅还等着你长勺呢吗 他不管有没有师傅长勺 他就不管的 我还学会了炒菜 厉害 这个经常去钓鱼吗 每天中午就会去钓一半 每天中午都会去钓鱼 下午就不回来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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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您在自己家的饭店里面 掌勺只做半天 所以妻子觉得压力好大 是吧 是不是那会他不在的时候觉得自己膨胀了呀 是个小老板了 有那感觉吗 那个时候有那种感觉 这次到重庆 15年到重庆 是想把买卖做得更好 挣更多的钱是吗 对的 没想到那么难 是 那你这个想去远洋 到底是为什么 我只是想早一点把我们的债务繁新 是不是你觉得你现在的手艺 你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出海 这是能够挣最多钱最踏实的挣法 是还是不是 目前看来应该是 也就是说你碰了一圈壁之后 你觉得你尽最大的能力要做的 这个相对是靠谱一点的 是这意思吗 这个应该工资高一点 您是不同意这个的对吧 那您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和现在的这种状况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无论他挣再多钱 我就不想跟他过了 一个一个男人不体贴自己的老婆 你觉得还有什么意思啊 挣再多钱有什么意思 所以您要的并不是钱是吧 对啊所以说外在这些什么的 哪怕是我跟他两个爸分离了 外在我一样可以跟他分担 我就要离婚 两个孩子知道你们闹得这么厉害吗 他们不知道的 哦就是爸爸每次不给他们过生日或者不来的时候 我就会撒谎 你说什么 我就会说爸爸特别忙 我说妈妈陪你过生日是一样的 哦那来了这儿孩子不都知道了吗 知道就知道迟早就会知道的 哦那这离了婚以后怎么找啊 征求两个小孩的意见呗 因为他们也有那么大了 如果他是愿意跟我或者是跟他爸爸 两个小孩跟我也可以 大体听明白了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文件 你丈夫曾经是个厨师 他厨艺怎么样 我觉得炒的菜很好吃 你刚才说你失业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个是有一技自长的人 自主失业 你有自己的双手 你可以做得很好 这个家通过你们两个人的努力 是可以很温馨很幸福的 我说的武断一点 真的是被你败掉的 儿子的生日是哪一天你知道吗 你还在考虑 女儿生日是几号 妻子的生日是几号 你知道吗 你像不像一个丈夫 你的核心问题 就是一碰到烦恼 一碰到问题 你就选择逃避 开不了餐饮店 一个厨师还会饿死啊 还让自己的妻子 一个人在外面赚钱 你在家里自主失业 还很好听 我失业半年了 这半年当中你完全可以去干一份活的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要从这种逃避的心态当中走出来 面对现实 面对生活 面对家庭 做丈夫的明白吗 好 谢谢波辉主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就不是互相很了解对方 一个月闪婚 而且在一开始 两个人聚少力多 真正属于你们二人世界相处 彼此了解的时光 你们掐指算算 可以用天来论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相处 彼此磨合 这个本身的基础就不稳定 一开始妈妈为什么反对 你都没弄明白 妈妈为什么反对的这个原因 就毅然决然地嫁给她 觉得她靠谱 她靠谱的是那张嘴 之所以一开始能够踏踏实实跟你 把那个店经营起来 是因为你在盯着她 她是属于那种 你只有逼着她 拿针戳着她 她才往前走的人 但当你一回去坐月子 这店给了她 她的那个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其实你从一开始就不了解她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马后炮说以前的事 已经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觉得有一点要跟妻子说 虽然你很委屈很无辜 但是在这个段婚姻当中 你有一个问题是 你一定是那种遇事就责备的女人 在她这种不断的逃避的这样的性格当中 你给了她一个逃避的借口和理由 每次遇到突发的情况 或者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你一定第一时间就是训斥和责备 所以呢 她面对你这种无休止的责备和训斥 我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回避 因为她根本不是那种能担当起 能挑起大量的男人 但是如果女人聪明的话 她会学会从另一个角度 让她意识到你越是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她 她越自责 所以她这种逃避的性格 你是给了她一个助推力 那对丈夫来说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丈夫吗 妻子生病在医院 你不问不问 爸爸吗 孩子生病在医院 你也不问不问 甚至连女儿 儿子的生日都说不上来 所以我觉得你不仅是逃避责任的问题 你压根就没有把这个家当成你的家 你现在一点座位都没有 光凭一张嘴 一定是挽回不了的 你想明白了这一点 再决定你未来的路怎么走 好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我们的话说得非常好 叫家和万事兴 你们那种矛盾都解决不了 所以外部矛盾就更难解决 就说从刚才你说的 曾经跟亲属借钱的时候 亲属是不看好你们的 但是你们为了堵这口气 赚了钱了 做好了 但是现在矛盾出在你们之间身上 所以我想女方在这地方 也应该考虑一下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没给对方一些安全感 让对方失去了未来动力的这样一个信心 既然想离 早就离了 不想离 还觉得她还有可改的地方 所以多少内心还留点期待 但这种期待不是在那里坐着等 和指责而来的 而是希望说即使在这样一个 看似不太成才和有动力的人身上 也尝试给她一点鼓励 给她一点认可 毕竟她也不是一无是处 那么毕竟还有两个孩子 借助孩子的亲情的关系 让她慢慢的回归到这个家庭 而不是采取逃离的方式 少争执 少吵闹 过去的事情该放就放一点 两人合起心来 共同做点事 先从小钱开始做起 从掌勺开始做起 从小店开始做起 再试一段时间 兴许可以有转机 好吧 好 谢谢于老师 谢谢 刚才老师问你说 你记得两个孩子的生日吗 你是不记得的对吧 人若忘本 必将前功尽细 你是个忘本的人 你忘记了当初你的妻子 不顾家庭的反对 嫁给你 所以你才会不珍惜这个家庭 你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父亲 所以你才会不记得两个孩子的生日 而自己去钓鱼 你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丈夫 你要疼爱自己的女人 你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你忘记了你奋斗的初衷 是为了将当初一样还债 让家庭生活过得更好 你这些你都忘到脑后去了 忘本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要是忘记我们出生在哪里 我们就会忘记那块生存的土壤 我们要是忘记了我们工作的职责和初衷是什么 我们就容易得意忘心 现在有些男人是很容易得意忘心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容易忘本 有你很重要的原因 最初你那么不顾家庭的反对 跟他闪婚就让他得的太容易 这是其一 其二 他为什么会忘记孩子的生日 没有你的原因吗 如果你早就重视这个问题 如果你早就 把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跟他分享 让他必须参与 让他警惕这些 他置于忘本吗 我的妻子是无论我再忙 是家里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我参与 不参与这事过不去 但是你在这件事情上 你是放松了 也许你心里在想 算了不参与也就算了 他也忙 让他去挣钱去 曾经你也可能有一段时间是觉得 他只要能挣钱能回家就可以了 至于在家里面待多长时间 是不是参与孩子的生日 是不是能够跟孩子常在一起 玩耍 共度家庭生活 不是那么重要 你每次都以离婚相要挟 但是你付出于行为了没有 你没有 所以他不怕了 所以到今天他还还在认为 只要我能挣钱回家 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你只是在吓唬他 你并没有付出于实践 一次的警告 他会重视 两次三次 每次警告都没有作用 他还会放在心上 我相信今天你到这个舞台上来 你也不是想跟他分手 你也是想敲打敲打的 所以事到如今 他为什么会忘本的原因就在于 你总是光打雷不下雨 你总是在说 你要重视这个 你要重视家庭 你要重视我 说实在 两个人的问题 一定不是他单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 你最好 你今天你给个答案 这个婚姻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 你就请付出实践 出国 考什么航海员 那不是一个解决途径 你的解决途径是 你要一件一件 把当初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和你错过的家庭生活 以及那些日子 你给捡起来 你把那些本捡起来之后 你才记得你结婚初中 是为了什么 你当这个男人 当这个爹 当这个丈夫 你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想不通这个问题 你挣一百万一千万回来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意义的 你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我刚才就在想说的 我十几年都很痛苦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不是的 你在回忆跟他之初的时候 是充满幸福的 你所有的转变 在你讲述里的转变 和你情绪里的转变 所有的转变 是当你们的经营 碰到困难和困惑的时候 你才会有那种东西的转变 有没有他对家庭的漠视 我相信一定有 别让生活 别让挣钱这点事 把日子给压垮了 如果十几年 真如你所描述的那样 我倒觉得你不如让他真的去 过两年远洋的生活 你们真实地看一看 这段婚姻到底在一个 什么距离比较好 至少在这个日子里面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成长 对这个家庭整个的改变 从经济状况的改变 和整个抱怨的改变 可能会好一些 你也琢磨琢磨这事儿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 老婆 本 doo 是 火 啥意思 这是您放吧 是是 苹果还是梨啊 梨 什么意思啊 因为在我来这个节目之前 我就那时候就想的就是 无论怎么说 我就是想跟他两个梨 说也说不清 我就拿个梨来表示 我要和他梨 啊 你送的那什么意思啊 不是要去跑船的吗 啊 不管我在哪里 我跑多远 只要我在 这个家里面 我就要当个车头士一样的 带着我这个家庭 一帆红顺的走下去 哦 听明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谢谢 你知道你那梨少带一样东西吗 带把刀来 切一半 那叫分离 不离了 揣起了 不离了 人家没说不离呢 不离了 行行行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呢 一开始挺好的 但是现在 他相信决心要和我分手 他总是嘴上说得很好 但没有落到实际上 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保障 需要有安全感 我有错吗 他想要的 我都能给他 希望他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想分手 我跟他耗不起了 我一点也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我们就这样散了吧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陈先生30岁 自由职业 雷女士30岁 医生父女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听说两位是旅行的时候相识的 是吧 我们俩认识是因为 一次旅行 一个晚上他还跳我门 他问我借香皂 我就拿自己香皂 割了一半给他 然后第二天 他就以香皂为女友 然后问我要了微信 这个主意都想得出来 大善是吧 厉害啊 然后呢 然后回到重庆 他就找女友请我吃饭 然后他表白了一天 他就送了一块香皂给我 他说以后我会加倍给你付出 他说因为现在 他是创业初期嘛 没有车 没有房 但是他有一颗爱我的心 当时我就信了 这样的主持人 因为我和女朋友嘛 这一次是因为 一个买房子的事情 然后他现在想分手 但是我现在 不愿意跟他分手 你们俩认识几年了 两年多 这男生有什么优点啊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很好 然后我不是有时候要 上夜班 还可以买很多宵夜啊 水果啊 过来给我吃 然后当时我的同事 都很羡慕我 我跟你说 所有追求一开始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他是听 我哪个同事说 我快过生日了 然后接着一个星期 我每天收到一束玫瑰花 上面都写了生日快乐 过一个星期的生日啊 他不知道是哪天嘛 他问我 我没告诉他嘛 就撞嘛反正 对 撞上了吗 没有 哎呀 一个礼拜都没撞上 然后我们俩刚在一起 一个多月 他就经常三四天不回家 还打电话 让我给他 送换写衣服过去 是我能理解 因为他创意出息 他跟我说的 他为了我们以后 更好的生活 是是 这个我能理解的 但是后来他就变了 变了 对 就有一次嘛 他过生日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今天你过生日 你可以早一点回来 然后我给你准备惊喜 等到八九点钟 他没回来 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你在哪呢 他说我在应求 说完就把电话给我挂了 但是我就觉得很寒心 其实那一次 当时客户要资料也要的 比较急嘛 我听他说 不是说他在应酬是吧 对 应酬跟资料有啥关系 因为我把客户的资料 做完了之后 我给客户带过去 然后在应酬这上面的 然后耽搁了 忙完了回家的时候呢 差不多一点钟了 这得什么样的客户 那么敬业啊 一聊聊的一点多 你们聊啥呀 就是关于我们住场的一个开拓 回家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 自己躺在沙发上 已经睡着了 其实我当时心里面 觉得挺内疚的 然后我就想一下 怎么来哄一哄他 主持人 你知道他怎么哄我的吗 他这一点半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醒了 但是我在生气 我是没有理他 就装着睡着了 我就听他去厕所 给他妈打电话 他说我们俩吵架了 问他妈该怎么哄我 这个事情 有必要给你妈打电话吗 到第二天他什么也没做 也没哄我 也没给我解释 然后他又继续上班去了 他是什么事 都跟他妈说吗 对 他就是典型的妈宝拉 其实这些小事 我都能忍 什么事忍不了了 就是有一次 我生病了嘛 转完美 两千多 哦 太高了 对 因为正常 这是零到四十 我医院本来 不是很那个吗 然后让我转院 我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医生说 我有点严重 然后还有我晚点 再说吧 再看不看你吧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医院 我去了医院医生 就让我爸你入院呢 那肯定 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第二天我妈来了 因为晚上我也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电话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妈就来了 我亲我妈在医院门口哭 在那个病房门口哭 就觉得无依无靠 是那意思吗 谈了个假恋爱 是那意思吗 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在 是吧 对不起 吓我一跳 对不起 因为我穿油炭色男朋友 跟没有油炭色男朋友 就没有睡觉 我在医院住了15天 他和我两次 就中午来的 还提着盒饭来的 这是为啥 因为我们的市场 开头期嘛 各方面的数据统计啊 后续的一个工作更新 我确实那段时间没走开 这件事在女生的心里面 可能阴影会比较大一些 是吧 觉得无依无靠是吧 想象当中 我谈一男朋友 在我最关键的时候 至少我认为最关键的时候 他应该在我的身边 是这意思吗 对 结果他没来 最后还是我妈来熟了 我十几天 控制下来了 指标都好了 现在好了 但是病根没有回复 但是 完了之后 你也不能说 我们要在一起 就应该买一个房子吧 先别房子 我这事还没问清楚呢 我想知道 你知道他现在 到底得了什么病吗 我知道 这个你可以接受 是吧 对 对未来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吗 当时有没有好的时候 不能怀小孩 现在没事了 是吧 不能反复 听明白了 你这都不关心 不关注啊 就回来之后 有时间 我现在也跟他包个汤 没有 这跟包汤没关系啊 会改善一下 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你家里人知道 他这个状态吗 我父母也了解 这个是真的了解 还是只是表面上了解 我跟他们说过 你怎么说的 我说 他在医院住院 也没啥大问题 他住院的时候 你父母去看过吗 我父母在工地上包工 他们时间也 不是很方便 你父母 知道你有这么个女朋友吗 知道 他当时生病的时候 你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还是说已经见过父母了 准备娶她 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之前已经见过父母了 也就是说 在你父母那儿 这是你的未婚妻 有这么个意思吧 对 所以他生病15天 你父母也没有去任何看 没去 OK 好 咱接着说 说房子 就因为这个事情 让我很含兴的 我就觉得他大人 里头各自飞了 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提出 我说要么就结婚买房 要么就分手 他让我去跟他妈商量 那我就去找他妈了 他母亲这样说 他说买房可以 但是他说他们出一半 让我出一半 这个我认 但是他母亲说 我们要先扯证 扯证然后房子上 就上面要加上 他父母的名字 跟我的名字 这点我想不通 为什么呀 我过日子是跟你过 不是跟你父母过呀 那个房子前 不是他父母出的 不是他出的吗 但是我也出一半 过日子是跟他过呀 房产证无所谓呀 你也不跟房子过 这一点我不能介绍 生病之前 有结婚的打算吗 生病之前 我给他提过 他说现在创业初期 那个时候 我母亲也没有那么吹我 但我生了病之后 因为我现在三十了嘛 我母亲也会吹了 然后我自己 也会想到很多了 也就是说 其实这次生病 对你的这个 心理的改变非常大 对吧 是的 可能过去没生病之前 觉得我们这么谈着 挺幸福就挺好 对 但生病之后你可能说 我需要一个保障 我需要一个家 是不是这么想 是的 是的 能理解吗 能理解 但是你说你去和我的父母沟通 他特别 就是有那种生活上的洁癖嘛 然后他去我父母家里面的时候 自己背了一副碗筷 就让我父母感觉很不舒服 你知道我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说他来了 我的爸妈来我家里面住了一晚上 把你的毛巾用了一下 结果第二天 你把毛巾给换了 我知道我是 因为很多人也会说 我是过于洁癖了 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些东西 我都给他说了 我可以慢慢改 但是我养成了三十年的生活习惯 你不可能一下就要我改吧 这个是在比我呢 你比我到墙角了 你不可能一直让我推让吧 我其实特别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这件事是 女方跟男方的父母谈 而不是男方自己跟父母谈 因为我给他说 我说要么我们就分手 要么就结婚买房 对 他说他没钱 让我去找他父母 你就去了 我就去了 可是你刚才说 是你跟他结婚 不是跟他父母结婚啊 我知道他在家里面做不了组 什么事也做不了组 什么事也问他妈呀 我只有去找他母亲商量 所以这事就别拧吧 老爸姑娘 反正他们出钱 写名也挺正常 就写了呗 人家出了钱写了名 为啥就不行呢 不行 那写他的名行吗 写他的名可以 现在是您急着结婚 人家可不着急呀 他就想拖我 就耗着我 想把我耗大 耗大了 反正就没人要了是吧 然后就必须跟他结婚呢 现在他纠缠你吗 会呀 不是创业很忙吗 这会儿不忙了 这段时间 我把车友俱乐部的事情 交给我的合伙人打你 我还是想希望能够 把这次感情留下来 你想结婚吗 想 那这事很简单 跟你爸妈说 房本上写你和他的名字 不就完了吗 我父母他不会同意这个点 为啥呀 可能就是因为之前 他去我家里面的时候 跟我父母的一些影响吧 所以你父母其实不同意你举他 对还是不对呀 应该有一点 你就跟人姑娘坦诚地说嘛 我爸妈不同意我们结婚嘛 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是 那不同意你耗着我干嘛 那我们的感情是真的呀 我告诉你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你太有证 我说你怎么会 prolonged 荣案的事 你们在家里面 入门 就会变成了 平成 词 你 半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你总是以忙为借口 我想这个非常不好 谁没忙过 谁没家里出点事情呢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你的女朋友确实会感觉到心痛 她甚至会伤心 我们再说你 你总认为你的未来的婆婆在刁难你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对他们的伤害 你到南方家里去看她父母 竟然带着碗筷 人可以有卫生要求 有生活习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状态当中 你带着碗筷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难道不是对老人的一种伤害吗 即使他父母真没刁难你 老人愿意拿出钱给你买房 你要知道 这个钱是老人的财产 不是老人的遗产 你要安全感 老人也要安全感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这么急于买房 是为了结婚吧 老人虽然写上了名字 但毕竟给你们买了婚房 让你们能够如愿的结婚了 所以你在这一个问题上 我认为是你不成熟 你对老人可能也有成见 那这种成见是因为你当初的 这样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伤害了老人 那么以后你就用自己行为 去化解这样的一些矛盾 我想这个是能做到的 真的要结婚 真的不要在房本上有几个名字 去耿耿于怀好吗 因为我 brave 那是多少 这种不经意的 你不遭过 我没有以为你 我几买了 那是你 有种不经意的 我能够见有恋勇 我是你 那是个好 这种不经意的 因为我理解了 隔人 但是呢 我都没 eating 那是第一种不经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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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解决的 喝知识 长知识 宝贝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君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请开箱 来 女生放的是什么呀 我放的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的明星片 就是我生了笔 然后之后我们不是分开了吗 然后我一个人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希望再开始再结束 你送的这一块香皂 对 我们就是因为一块香皂认识 也是因为这块香皂而 走到现在 我会就像 当初向你承诺的一样 你付出的一半 我会加倍的去对你好 加倍的 去补偿你 但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也许过了这段时间 你一切都会更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还有话跟他说吗 是我错过了太多 我以为 自己创业 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忽略了对他的一个陪伴和照顾 这可能是我自己情感经济都少的原因 你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给他更好的生活 你不了解他的痛苦 你明白吗 是 就是他所说的吧 以后我们彼此都会幸福 行 谢谢你 请回 这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决定 就通过这样一个结果 至少让女生能够正视自己 在下一段情感到来之前 他能够恢复自己的自信 对男生来说 其实也是一段挺难得的人生经历 他如果学会了 我爱一个人 是要了解他的一切 接受他的好或者不好 那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成长 祝他们彼此幸福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式爱情饱箱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已经结婚了 有个女儿 可是现在呢 他就是一直喜欢玩游戏 白天他上班的时候 没事还和妹子聊天 而且不止一个 上次他聊 我和他吵架了 他保证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 但是最近他又开始聊了 我现在又怀孕了 每天还要上班 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 不关心你是他的不对 不要拿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好好保护胎儿 给女儿做一个好的榜样 也给未来的宝宝更好的营养 做最好的自己 是女人最强大的武器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滴水 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